大家好啊 我是你朋友大野猫 今天呢咱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中国和美国这次呢 搞这个副部级的这个天津峰会 双方呢见个面对个话啊 这次咱聊了这事到底要谈什么 是不是真是那么回事 说美国有求于中国 然后中国买一些国债 帮着美国排油解难 然后呢就围绕着这个 双方就开始折腾上 是不是因为这个 大野猫认为不是 大野猫认为不是 而这一次所谈的东西 表面上针对媒体 我这么跟你说 表面上针对媒体 针对这些普罗大众啊 就是普通人啊 这种普通人 我们知道的东西 看似是围绕着什么国债啊 围绕着美国的通胀啊 甚至围绕着美国什么减税啊 这些东西 甚至呢 美国呢随便那个 打一些王八权啊 涉及中国主权的那吧 老师 这个都是表面的东西 大野猫认为这都是表面的东西 真真正正背后要谈的 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 到底要谈什么 大野猫认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什么呢 控制冲突 另外一个是全球治理 什么叫控制冲突呢 就是说啊 中美这两个国家呢 都是大国 而且都是属于那种超级大国 很多人说中国永远是超 永远是发展中国家 哎 这个东西呢 从一个实力的角度 从实力的角度呢 我不这么认为 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 跟美国一样 所以这两个大国一冲突 这两个大国一冲突 如果不可控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没得好 真的没得好 美国现在呢 通胀呢 会不会到那个 1970年代那个情况 我认为不会 但是美国现在的通胀 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这里边主要有一点 是1970年代那一代人 他们经历过美国的大萧条 他们经历过美国大萧条呢 都有一个储蓄的习惯 所以呢 当这个通胀到了15% 17%的时候呢 他们这些人在银行里都存着钱 然后存着钱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呢 能坚持一到两年 所以呢 这一波风就过去了 现在可不行 现在通胀率哪怕到了7%到8% 美国人可能就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有广大的这个美国人啊 咱这么说 广大的这个美国人啊 他那个人均可支配收入 不到400元 就是流动收入 不是可支配收入啊 流动收入 跑掉了这八道事 liquidity不到400元 这样来就麻烦了 你就物价一上 一上来 你又没有个存款 然后呢 你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月光族 那你这样一来呢 你就不好办了 很多家庭就面临破产 然后美国我们现在也知道 社会矛盾非常的尖锐 如果出现这个高规模通胀 然后呢 导致很多家庭破产的话 这个社会可能会出现动荡 这是美国受不了的 所以现在通胀这个问题呢 是美国的问题 但是关键这里面有个事是什么呢 通胀这个问题是所有国家的问题 你看今天俄罗斯 他不又加息了吗 俄罗斯现在也面临通胀问题 欧盟现在也面临通胀问题 中国的情况虽然好一点 但是如果全世界都那什么了 反噬过来 对中国来说那也是一个问号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容小缺 当然了也可以谈这个东西嘛 对不对 但是中美中美之间 中美之间需要谈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两国之间的冲突 两国之间的冲突能不能有一个可控点 比如说之前之前这个谁 美国拜登提议了 提议什么呢 说那两国应该搞一个热心电话 很多人觉得啊要打冷战了 其实不是 然后坎贝尔呢 在这个亚洲智库 就陆克文这个亚洲智库 他也说了印太地区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大野猫认为呢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这新的时代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想要速战 速战速决 跟中国博弈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双方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斗争当中 而这种斗争 你不能太激烈了 然后呢 两个 你一边一边在那什么 一边在对抗着呢 然后呢 还得活着 还不能拉着全世界去陪葬 这可不行 对不对 所以两国家可能就在这个问题上要谈 这个问题要谈 就是说呢 这个红线到底在哪 这个就是说 整个这个双方的底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别动不动 就是说 好 这个东西是我底线 那个东西是你底线 那好了 双方在什么 对不对 可以探底 但是不能触发底线 你要触发底线 你自己的事 对不对 你自己的事 我可以打你个头破血流 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 所以现在这个事是什么 但是呢 你作为一个小国 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 打个头破血流是可以的 两个小国无所谓 像中国这样的 哪怕出了底线了 我打你个头破血流 行吗 我问问你行不行 肯定不行 为什么 如果这种事发生的话 一旦两国 两国家打起来 你别以为打起来 如果控制不住的话 可麻烦 对不对 这是双方要谈的东西 对吧 这是双方要谈的东西 之前呢 有一些up主呢 认为呢 这次美国有求于中国 有没有这回事 肯定是有这回事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离不开中国 大野猫就就就就把这事给你点中了 美国离不开中国 为什么 好了 我们知道美国人啊 平时他不存款 有点通胀呢 他是他受不了的 如果中国的商品 这边中国的商品 对他的说 对他的那个出口出现了问题 里边出现了disruption 就是扰乱 不是断绝啊 扰乱 那么美国的通胀率就会上来 刚才那个情况可能会发生 另外更惨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大量的这种工作 就就就工薪阶层啊 他每家每户都有401K 然后呢 我们加拿大这边呢 叫RRSP 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暂缓 把这把这个壳 就是说就是说这这一部分工资 存到这个理财产品里面前 然后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 税率降下来了 比如现在我们工作 平均税率35%到45% 退休的时候15% 那好了 我现在给存起来 然后做成理财产品 到了我年老的时候 这就是我自己存的一笔退休金 就这么回事 但是这个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美国家庭 他有这个401K 都他把这个东西都invest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Mutual Fund 共同基金 和就互惠基金和ETF 然后呢 还有一些股票啊 债券之类的 如果中美对抗的再激烈一些 处罚类似脱钩或者断供的情况 就比如说 美国把中国的芯片给断了 中国一反手 银和加两个稀有金属 不给你 不给你出口 这那两个东西干嘛呢 生产高端芯片14纳米往上 需要两个稀有金属 一个是因 一个是gallium 就是就是加 因为他两个有两个compound的嘛 叫零化因和深化加嘛 对不对 中国是这里 这两个元素在中国这块 占了整个比重的85%以上 如果中国这俩东西给断供 那你想想 美国的高端芯片都生产不出来 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别忘了 中国这块还握着重锡土的 重锡土给美国断供 美国的科技怎么办 对不对 这种事一旦发生 双方互相断供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你 美国的股市断崖式下跌 而且反不回来 你反不回来 断崖式下跌 那这些人40OK怎么办 对不对 那美国这些人退休金没了 再加上通胀 这国家不乱套了 所以嘛 美国现在 跟中国这个冲突会不会有 肯定会有 双方会不会互相打 肯定会互相打 双方会不会互相掐 肯定会 但是要干什么 你不管咋地 你有个底线 大家都摸清楚 底线是什么 尽量不碰 或者这块尽量不那什么 不去 不去往这 往这块挑动去 你挑动了 最后 你说 你说一旦 一旦出现那种 大规模冲突怎么办 对不对 你不光拉着美国 美国这些人下来了 对其他国家有好处吗 也没有好处 所以这个事儿呢 两个大国都是表面上看着都是那种 怎么说呢 能在媒体面前都给自己人给自己人要说出做出一番形象来啊 但是在背后我相信两个大国都是理性的 两个大国都是理性的 就像赫鲁晓夫跟肯尼迪似的 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 他们知道怎么办 他们知道怎么办 我相信 在最关键时刻 中美两国知道怎么办 不会闹出太大的问题来 所以这一次一部分是那个管控冲突 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儿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管控冲突有一个办法是什么 就是相互对话嘛 重启对话嘛 对吧 部分合作可以合作 不能合作那绝对不能合作 对吧 重启对话嘛 对不对 热线电话如果想整那可以整 你别忘了 当年美国和苏联是因为什么原因热线电话 古巴倒弹危机 有了古巴倒弹危机 双方这双方对这种事都害怕了嘛 对不对 然后设立了一个热线电话 等于什么 美国跟苏联平起平坐了 这一次大野猫认为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新的开始就是美国跟中国准备平分天下了 就是平分天下的开始 也就是划分势力范围 有点这个意思 但是呢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还需要长期不断的博弈 我不是说吗 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 你要读历史 你就别读什么秦赵长平之战 不要读那个东西 你读什么呢 罗马跟迦太基180年的三次布力战争 和汉帝国与匈奴之间的汉匈战争 长达200多年 你读这两个 然后你在当中看到当中那些事 然后你来对比中美之间现在这个这个问题 你就能看 你就能看明白很多东西 所以呢 管控双方的冲突呢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还有就是全球治理 这个全球治理呢 我得多说一点 我得问大家一个问题 中美现在是个什么关系 就是中国的国力 现在是什么样 就比如说在大家眼里 中国国力是什么样 沈毅老师呢 说是中国永远是爱好和平 然后呢 有一些人说中国是 人畜无害的 展示在世人面前 然后还有一些人说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是那什么 是个兽气包 经常叫人欺负 对吧 经常叫人欺负 就那么回事 那年那兔那些事里边 说中国是个小白兔 你看这 那中国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我跟你三个动物 小白兔 黑熊和大象 到底是什么 大野猫眼里 中国的形象是个大象 当大象过来的时候 我肯定不能拿 拿个网 对付兔子那种来 我得拿别的 对不对 大象过来 你得用对付大象的方法 所以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大象 这里不等 我说这意思相当于什么 就是说你们得看清 这个东西是什么 中国和美国 现在有什么关系 全世界出了一个什么 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气候变化 或者是反恐 什么国家安全 涉及到这些事 如果美国不答应 这事办不了 可以告诉你 如果中国不答应 这事也办不了 也就是说 这个事 中国和美国 必须得同时拍板 这个东西才能办 举个例子 2015年 巴黎气候协定 就是这么回事 巴黎气候协定 中美先拍的板 然后其他国家才跟进的 中美不拍板 咱俩这些国家能签吗 签不了 因为他没有那个实力 他上不了桌 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个也是中美之间 双方实力所向 双方实力摆在这块 就这么回事 这个东西 你想把他一望 你想把他撇一边 这也不行 对不对 这是像当年苏联似的 美国跟苏联 你别忘了 你们真别忘了 几千枚导弹 对着对方 一千多 双方都一千多枚核导弹 对着对方 时时刻刻能毁灭 对方的情况下 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联手 把天花和小儿麻痹 小儿麻痹 就是脊髓挥之炎 把这两个东西给解决了 把这两个东西给解决了 那是人在文明的高光时刻 冲突对抗 有没有 可以有 双方博弈 可不可以有 可以有 双方合作 能不能有 当然也可以有 这个世界 就是这两国家的关系 就是这么错综复杂的 尤其是两个超级大国 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 绝对不是什么小孩 国家家 就比如今天你不答应我了 你一边去 我跟你谈 我不谈了 咱不谈了 然后我成天捅过你 捅过你 我就不跟你谈 不是这个 表面上可以做给本国民众看 但是实际上真要聊的 背后在聊 不是很多人可以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 国际形势 来判定 基本上 他能聊什么 全球治理这方面 大野猫认为 几个方向 头一个方向 就是保通胀 因为通胀这个东西 全世界的问题 现在通胀这个事 是全世界的问题 欧洲有通胀危机 阿拉伯世界有通胀危机 美国有通胀危机 对不对 俄罗斯有通胀危机 最近非洲 三个国家出现了那种乱了套的事 最近 你看新闻 非洲领导人 三个非洲领导人 出现了问题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些国家连吃饭都吃不起了 这些国家吃饭都吃不起了 所以 情况非常的不好 而这个东西 是要中美两国合作 才能解决的 你说中 你说美国有没有求于中国 当然有求于中国 有求于中国 在什么地方 在全球治理上 在全球治理上 不是简简单单的 那个美国国债 因为中国哪怕 再买一万亿的美国国债 也是杯水车薪 美国国债三十万亿 二十八万亿 三十万亿 杯水车薪 对不对 而且美国大部分国债是美国人自己买的 中国能帮助美国解决什么 解决不 通过国债 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通过双方的合作 进行全球治理 这个东西可以有缓 大家可以一起合作 把这个危机度过了 之后你该怎么对抗 怎么对抗 对不对 第一件事是这个 就是保通胀 第二件事呢 是疫情 表面上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这东西 你说这俩国家不能不合作吗 你可以 你可以看表面是因为那什么 那个 我调查你 你要调查我就这 这是做给人看的 背后两国家有没有合作 肯定有 肯定有 而且两国两国家合作是如火如荼 为什么 为什么 俩都是超级大国 俩都是有理性的 都知道这往怎么回事 该合作还得合作 不合作就不行 知道吧 全球治理 没这俩国家不行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因为这是现实 所以疫情这个东西得聊 对吧 第三件事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我认为是这次 这次这个峰会的重中之重 气候变化是重中之重 因为这个气候变化呢 涉及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共同面对的问题 你看最近德国 最近德国西边有两个州 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水灾 然后呢 他那个排水系统就出了问题 然后德国人就开始喝泥汤 喝那巧克力汤 巧克力奶咱们说 这是德国 说是百年不遇 美国这边连年的大火 美国这边连年的大火 从2013年 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烧 连年的开始烧 加州每年都被离一遍 美国每年都得出这个事 现在在美国已经变成常态了 对吧 最近中国的河南省 郑州一带 郑州加油 河南加油 郑州一带出现这个事 你说跟气候变化有没有关系 大野猫认为跟气候变化关系非常大 这个郑州这边咱这么说 中国的就是基础设施修带真不错 没有酿成就是说像像像德国那么惨 但是这一次过去了 你说你能不能保证明年不发生这种事 你能保证后年不发生这种事 气候变化是全球所有人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需要两个超级大国坐下来 好好的在这个问题上谈 怎么去解决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 是两个不同的标准之争 美国的标准是什么 跟西方一贯的标准是一样的 发展中国家就别发展了 真的 什么拉丁美洲啊 什么什么非洲啊 回复到田园木戈当中 然后我们这气候就好了 他们要有自己的标准 对不对 他们要利用气候变化不让你发展国家发展 中国这边标准是什么 中国这边标准是这个 你西方已经在这顶上排放了这么多年 你凭什么有这个权利排放 然后你们得到了发展 但是我为什么就没有这个权利去过我的好日子 全球有60亿人的等着等着过好日子 你为什么阻拦他们过好日子 对不对 这里边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这个项目 能不能与发展相结合 这是中国这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的意义 美国那边是什么 实现标准的垄断 所以现在这两条标准顶着牛呢 那这个东西两个超级大国不得好好聊一聊 尤其是气候变化 我们在最近这两个月已经看到了 对全世界所有个人都有影响 我认为气候变化这次聊气候变化这个事 是那个两个人 中国这边的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Wendy Sherman这两个人聊 聊那什么 这是重要的 另外还有几个 比如说区域问题 比如说什么朝鲜 朝鲜核问题啊 可以提嘴 因为美国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例行公事嘛 就像家庭作业似的 这个东西得提提嘴 还有最低税率和避税天堂 不也是G7不也是定下来了吗 最低税率15%吗 那这个东西中国得拍板 中国不拍板 你G7通过了不行 懂不懂 这个东西中国得拍板拍板 还得那什么 还得聊 对吧 另外还一点什么 就是我认为这个 美国这边阵痛要泛滥 这个事呢 双方得共同合作一下解决 为什么呢 美国这个 我们也知道 秀戴这些人 很多人失去了对人生的希望啊 成天吃什么水银千沙大地玩 吃着吃着自己就就升天了 就成仙了 对不对 就这个 然后吃完了这些人都失去了工作能力 这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 现在美国有这个问题 加拿大有这个问题 英国澳大利亚同时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哪来的 你说它是毒品吗 它不是毒品它什么东西啊 就是原料药 那个原料药 它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进口 美国进口的过程当中 监管不利 然后呢 都给leak出去了 就这么回事了 对不对 而且美国大部分的原料药 你们也知道从哪生产 所以这个事呢 还必须得跟中国合作 这个东西不跟中国合作 那那最后呢 就 那你也看着了 会发生什么事吗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中国和美国这次峰会是一种必然 是一种必然 两个国家不能这么长期僵着 这是一种必然 必须得做下了 哪怕我不喜欢你 哪怕我 我 咱们俩是敌人 但是咱们俩这个体量够大 咱们俩这个体量够重要 全世界 全世界所有那些国家和西方 咱们俩指着咱们俩活着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 做下来谈是一种必然 场前可以整点媒体 你制裁几个人 我制裁几个人 你捅过一下 我捅过你一下 但是这东西都是做给大家看的 真真正正要谈什么 背后要谈什么 这个东西需要仔细的分析 而两个国家 我相信有足够的理性 和足够的成熟度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该解决的问题一定会解决 至于那些什么小大小那 接着来 小大小那 做给那些那些人看 随便看 随便看 但是这回可控性冲突 两国家可控性冲突 和中美之间的这个什么 这个全球治理这些东西 这次是必须要聊的 尤其是这个气候变化 我认为这次是重中之中 所以呢 中美天军峰会到底要聊什么 大野猫呢 也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如果呢 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有什么评论呢 哎 底下留言啊 然后呢 别忘了啊 一键三连 订阅 转发 订阅转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